猛猛的拼抢 但是哨子没有响 防守圈试图抢断 但是球被门将挡出之后还没有解围 抢断那个人丢球了 现在球不属于任何人 球打了很棒 可惜没有进 太好了 这个人技术不错 他打进了一个好球 出进了 大人蒙尼黑落后了 佩佩 亚里山大宋 鲁尼 赫迪拉 门德斯 伊布拉西莫维奇 进攻球员来了 天哪 球打到门柱上了 梅西 球现在自由了 谁会得到它 这就是他们卖光了所有门票的新场地 如果你环顾四周 肯定会觉得奇怪 但是我想当地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这座场地真的是太棒了 这真是太好 我们华丽的进球 这是他第二个进球了 看来他的状态势不可挡 你可能认为是门将战位不好 但我却不这么看 只能说梅西的车门太精彩了 特迪拉 他可以重新把球控制住 情况也许有所不同 这个强道不是很好 但是球转的还是很清楚 奥莱克西斯 桑切斯 现在他得把球传到进去 速度非常快 毛泽西法还是没有着落 在他充满激情的比赛当中 你几乎可以预见他的下一个得分 他在利用每一次机会 但是没有利用好 他让这个球飞得很高 是个好球 克里斯迪亚诺 罗纳尔多 梅西 他们两个合作得很好 照伊瓦来说 这种球只要你踢到就必进 但是这一次却没信 出界 拜扰门尼黑的球门球 格丁 他离开了 马斯切勒诺把球传给了对方 摆脱的不错 甩开的金旁队员 赫德尔斯通 起股组织得很好 很有力的滑场 马斯切勒诺 他判断了球的方向 迪亚哥西尔瓦 梅西 拜仁被罚任意球 鲁尼 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强段 但是球友处于自由的状态 格丁 还是两分钟 这是捕食时间 阿拉克西斯 桑切斯 台盘吹响了中场休息的哨声 对于巴塞罗纳队来说 上半场踢得相当不错 这支队伍是怎么了 他们上半场为什么落后呢 下半场开始 白日木尼黑开球 鲁尼 伊布拉西莫为奇 赫德尔斯通 伊布拉西莫为奇 今天白日木尼黑队不断创造机会 但不断地浪费机会 射数太糟糕了 佩佩 哦 才在十一季之比赛 球还没有解围 判断了传球方向 把球断下 双面的表现非常有兴趣性 他现在拿到球了 哦 进攻非常流畅 但是不幸的是球被断了 萨巴莱塔 阿莱克齐斯 辛罗尔 防守权及时把球带下 巴塞罗纳的接外球 阿尔达 凯尔 门德斯 辛罗冲上来抢到了球 全中球来了 他们的全中不错 他神奇了把球拿住了 好 墙里的强断 没有犯规 梅西 拜仁送给对方一个人一球 手边把球牢牢接住 球被断了 控球拳交换了 快球 防守在哪 他无人防守 这球又差点进了 哦 他怎么能浪费了这个机会呢 隔钉 隔钉 内曼尔 这船中可以做得更好 防守权很舒服的来下来这球 看清了传球方向 把球断下来 重要的是得到了多少分 而不是打偏了多少次 直升最后10分钟了 隔钉 普悦尔 伊布拉西莫维奇 隔钉 隔钉门家来说实在太轻松了 就是捡球啊 球出了边线界外球 长距离解围让球远远的离开了球门 他们在进攻三区的位置 获得了一个又威胁的手抛球的机会 阿尔达 马斯切拉诺 萨布莱塔 失败的球球 他们失去了控球权 这是个接外球 班人木迪黑正在组织进攻 他们获得接外球的机会 全场结束 声音响起最终比分2比0 他们成功的限制住了对手的发挥 而且也成功的撕破了对手的防线 我认为他们在防守方面